我們來看 綜合練習剛剛用的REPD加領導演 不過實際上 用REPD加領導演 其實不是最好的函數 不是最好的方法 我剛剛有提到有一個函數叫TESTER TESTER就格式化給他就好了嘛 所以其實會更簡單 所以請各位綜合練習再複製一個 就是留下原來的練習結果 但是如果你要再產生一個 一模一樣的工作表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複製 不過我建議另外一個方法更簡單 拖拉加一個Ctrl鍵 就是你拖拉同時按Ctrl鍵 然後再把你滑鼠的左鍵放開 你會發現按Ctrl鍵會有一個加號出現 放開 這個時候會多一模一樣一個東西 那名稱的話它變成綜合練習2 那請你把綜合練習 瓜弧2改成TESTER 也就是我今天希望 如果我希望 把剛剛的公式改成TESTER 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首先當然你要了解TESTER這個函數很簡單 其實這個TESTER函數 主要就是格式化啦 那格式化其實就是有點像是 我今天如果要把這邊變成什麼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84 變成084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按右鍵儲存格式 一樣是格式 裡面的話有個自訂 自訂之後的話請你再自訂這邊一個格子 輸入000 000的話意思是3嘛 三個數字的意思 如果是084 OK 格式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變084了 但是跟各位講 所謂的格式就是表面上看到的 也就是說表面上看到的雖然是084 但是實際上它有沒有變成084呢 其實並沒有 它只是表面上讓你以為它是084而已 所以你說老師那是不是我這樣子 我這個084 001 我一樣可以按右鍵儲存格式 我把它自訂之後 在那個類型下面改成000 你會發現084 007 它就出來 那你說老師我串接的話 那我是不是這個公司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它改成M的這個 M的趨勢 你會發現 你M的趨勢 你會發現奇怪 這邊不是那個什麼 084嗎 可是問題我抓紙裡面的資料 為什麼還是84呢 就是剛剛講格式 只是表面上的一回事 實際上它還是84 所以如果假如說 你希望讓表面上看到的 變成實際上就是084的話 這個時候 你就需要記得一個函數 叫做Test 如果你會Test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很好解決了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的 跟實際上的不一樣 你要把它真的變成084的話 很簡單 只要怎麼樣 只要把那個000放在Test裡 所以我把它改回來好了 所以如果你改回來 就按右鍵除了格式 把它改成通用 按確定就好了 它又回來了 OK 那如果你真的要改的話 在旁邊練習 插入函數 找到一個函數叫Test Test 然後呢 底下會有幾個參數 其實它就是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Value Value的資料在哪裡 第二個是FormateTest 你的資料格式 用格式給我一下 按確定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要把84變成084的話 Value就給它 Value是給什麼 給這個84 我把84給你唷 第二個就是你幫我格式化成000 但記得 這個000 你會發現前面叫FormateTest 只要有Test這個關鍵字的話 記得怎麼樣 前後務必要加什麼 雙引號 反正啦 你只要看到關鍵叫Test Test就文字 只要是文字 請你務必給文字形態 否則會出錯 好 那意思就是說 我把剛剛制定裡面不是三個零 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放在這裡而已 那放在這裡跟放在剛剛格式 最大的差別 放在格式 只是讓你表面上看到而已 放在這裡的話 那就真的轉換了 所以得到的結果 就真的變080了 那你怎麼知道 按確定就知道 080 當然你像又填滿 跟剛剛一樣 向下填滿 有沒有 全部OK了 那你想說 老師 那這個跟剛剛那個最前面 REP加LEM不是一樣嗎 對 可是差別在哪裡 公式有沒有變比較簡單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Test 你根本不想 一定不會用REP加LEM 對不對 OK 不過前提是你要知道會用Test 不過跟各位講Test 這函數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職場上很少人會用 好 那如果這個問題轉換了之後 那一樣的道理我可以把這個G式改成I4打勾 那不是就084了 所以其實同樣的道理 那後面就不串了 我就直接把這個公式直接放到哪裡 一樣的道理 放到這個地方I4的位置 那跟剛剛一樣嘛 就0911N的一個減號 然後就是用Test函數呢 就可以把這個地方變成0 就是不需要用REP加LEM 也可以快速的轉換成08 OK了耶 然後後面的話在什麼 再把N的減號 然後N的Test Ctrl-C好了 其實從這邊 因為後面就是在拿什麼呢 7嘛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減號 然後貼過來之後改一個地方 把G4改成H4就好了 因為G4的話就是84嘛 那H4的話就是7 所以把7拿過來格式化成3嘛 那得到就007 打個勾看看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後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 差異的話兩邊可以比較 所以最後公式就是長這樣 但是如果跟剛剛的公式比一下 哇 剛剛的公式太攏長了 那你還是用Test比較好 那為什麼很少人會用 我是覺得可能還是因為不知道 我覺得也不知道該怎麼用 那這個恐怕就是多多練習啦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的REPT 轉換成Test函數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Test函數其實相當的好用 反正以後呢 只要你畫面 你格式上面看到的結果 跟你要的資料 結果不一樣的時候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想到Test了 真的還滿多地方會需要用到Test這個函數 只是說呢 我發現很多人不太會用 OK 不太熟耶 那不太熟怎麼辦 你如果不會Test的說真的 那工作上就會是一個大問題 怎麼辦 你可能就要再想別的辦法 所以有的人 哪怕想出了這個結果 可是是很複雜的一個公式 如果你會用Test 那根本不需要REPT加LEN 而且LEN還用三卷掉 多繞 繞了一大圈 所以就像以後解決問題的程式也是一樣 不見得說有的人寫得很複雜 但厲害的人就是兩三行就解決了 OK 那至於這個差異 我覺得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思考 而且就是要全面了解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你為什麼知道Test 而且很簡單 你就是用插入函數裡面 稍微看一下裡面的相關的這些函數 其實我最早我在學習的過程也是一樣 我就把每個做一些筆記 然後這個函數做什麼用途 這個函數做什麼用途 然後將來遇到什麼問題 那我就大概知道說 用哪一個函數可能可以解決 我不確定 但是我就試嘛 Try 不斷的Try 所以Try久了之後 我發現那個函數 原來這個函數可以這樣用 那個函數可以這樣用 至於就是說有一些裡面該放什麼參數 用久了慢慢因為它有固定規則 所以將來你要學習的 不是死背這個函數怎麼用 而是要慢慢習慣說 當函數跳出來跟你要什麼資料 你要看懂前面的敘述 你給它對的資料 它需要給一個文字 你要給文字 剛剛說Formate Test 如果你前後沒雙引號有沒有 那就完蛋了 因為Test它就是要Test 或者你不能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數字 如果你給數字它就看不懂了 那看不懂結果就錯誤了 OK 所以只要不犯錯 那個問題就很快可以解決了 OK 其他的話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你們也滿幸福一點 就是其實網路上要搜尋也滿快的 Google查一下應該也都有些有個答案 但前提你還是要看得懂 別人給你的訊息 但我發現有人Google半天奇怪 明明有答案為什麼你看不懂 那表示說你連最基本的一些素養 可能也都沒有 比如說函數要怎麼用的相關素養 你都不太了解 哪怕我已經跟你講說 Test可以用 但你還是不會用 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大問題 OK 試試看好了 這個Test的部分